随着科技的进步 无人机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但是无人机可是要考到证照 才可以合法使用 而今天宜兰市公所特别举办了 海钓无人机操作安全讲习 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到 无人机的相关罚则 还有基本的操作 座位上的民众各个专心的 听着台上讲师讲解的课程 并且低头认真的做笔记 这是宜兰市公所 今日特地联合民航局举办 海钓无人机操作安全讲习 使民众得知更多无人机的 基本操作与规范 以我们民航局的角度来说 大众的一个安全跟公益性 这是我们最注重的 那在无人机的这个法规 虽然有很多限制 可是都是为各位的安全在做一个把关 宜兰市长江聪渊表示 若无专业执照就使用无人机 罚则可是相当严重 操作安全上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举办了讲习 使民众能有基本了解 未来也希望可以在宜兰大学内 进行专业数科考试 使用需要的民众不必跑到外线市 安排这个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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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 讓一些喜好使用無人機的相關的國人 也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研習 讓他們了解正確的使用方法 避免在使用安全上的困擾 或者是說違反法令上的被處分 無人機產業近幾年成為台灣空域的發展重點 透過講座的辦理希望能使宜蘭的民眾 有更多專業知識 不要因為無照使用吃上不必要的罰款 以安的鄉親都在那邊從事丟宜蘭這種休閒活動 都已經不理多年了 因為現在法規有需要 不然又要變得要去考這個操作證 那未來因為不論在救災在農業 或者是在空拍無人機的這個限制上 都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透過今天的講座 能夠讓所有學員能夠了解這個 他所操作無人機的範圍 跟安全的這個最相關的法律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 實習記者江偉毅 郭靖茹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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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